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实现简易任务管理系统这一系列课程 这期课呢我们来开始这一系列的第17讲 也是我们第一次来进行一个前后端的一个联合的一个开发的一个课程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有哪些知识点需要为大家讲解呢 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关于前端的一个AngelaHDP这样一个服务的一个讲解 第二个呢是CORS就是跨域资源访问的这样一个点 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前后端的前后端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异常处理 怎么来处理呢就是前后端的异常的话可能要进行一个匹配导致呢 哦不这样子的话才能让后端的一个异常能够在前端的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处理 把这几个前提完成之后呢我们就来 实现这个前后端的一个注册的一个联合和这个登录的一个联合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呢这几个就是我们这几个的一个主要内容 那么第一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Angela的这个HDP是个什么东西 这里呢我们肯定最好的是从这个Angela这个一个官网去访问 好现在的话不用翻墙都能够访问这个Angela这个官网了 好这个反应是比较慢的 在我们等他的时候我们先进行第二点的一个讲解 第二点CORS全称的就是块资源访问 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就是说在以前的话我们如果要想访问其他域下面的就是其他域名下面的一些资源的话 那么我们一般想的办法是什么呢 那就是JSONP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除此之外的话就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iframe 进行一个跨域的访问 但是那种情况的话对于现在比较流行的REST API那么是不够友好的 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种跨域资源访问 好看一下 它呢是处于这个API跨域的一个问题的 然后它所需要的这样一个包的话是 Express.js下面的CORS这样一个包 好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包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第三个前后端统一的异常登录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要决定好后端的一个异常的一个信息 然后在前端的话通过我们的这个对象判断 那么就能够很快的抓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异常了 那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要返回一个L对象 这样子的话是保证它有这个message这样一个属性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每次都去判断有没有message来确定它是不是有错误 好我们再回过去回过头来看一下这边的HTTP 这边其实由于这个网呢可能显示不是很完全不是很完整 所以呢我们随便找一个博文来看一下 那HTTP这个服务的话它是安格拉JS里面与远程服务器进行一个交互的一个HTTP 它实际上呢是一个什么呢它是封装的这样一个XMRHTTPRequest也就是我们的这个AJAX这个东西 或者呢通过这个JSMP来对远程的这个HTTP进行一个交互 好所以呢它就是这样的一些封装 然后它使用的方式的话是和这个JQuery的一个AJAX是比较相同的 看它的这样一个它还支持各种风格的一个请求 这里面呢就比较趋近于Rest API 好那这呢我们就具体来用代码来展示一下这些代码这些应该怎么去用 好由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跑两个项目 因为我们有前段也有后段所以说我们要同时跑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开两个出来 好当然第一边跑起来 好这个跑起来的好了现在就已经跑起来了 那么我们的后端也是要跑起来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打开我们这个Saver 然后直接运行这种方式跑的话要轻松一点 看一下它已经启动了7410 我们看一下这边 started7410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肯定要配置一下这个地址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需要在前段来做这个处理 比如我们的这个config 我们要配置这样一个config 这个里面呢我建议是独立 这样一个config文件夹出来进行一个配置 保持独立性 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系统名称叫TMS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来作为一个跟对象 然后定一个速度出来 定一个对象出来 然后呢我们可以用TMS.R 这种方式去定义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在这边进行一个书写 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后端的一个地址 但是如果直接这样去定义的话 我们可以看它生成了一个GS 是什么样子的 好仅仅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话我们没办法 把在外部访问的这个TMS这样一个对象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在外部访问 我们要怎么做呢 window.tms 好这样的话对外就已经能够访问到了 看一下已经挂载出去了 好所以这样子的话是比较保险的 当然有了config文件 我们就需要在这个index里面去引入 那这个地方也需要在这儿多加一个 process.js.config.js 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需要在构建里面 把它生成到我们这个js目录下去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更新我们的一个构建 由于刚刚我们以前我们也说了这个构建的话是根据我们这个目录结构来进行一个变化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其实我们要处理的是build 我们看一下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增加一个config 其实内容呢都是比较类似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站过来 然后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处理 我们直接输出了这边就OK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的这个app.js也可以写成config.js 当然这儿也可以写一下config.js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config.js就需要在我们assets里面去配置一个出来 很明显也是很容易的 好 这个呢其实就在我们这个srcconfig目录下的config.js 好 就这种情况 好 接着来 这种情况下写好之后 我们先停掉 当然我们这儿写了config.js 所以呢我们需要在上面呢进行一个引用 这个时候我们 由于我们全部包含在这个build里面 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不用懂其他代码 只需要在build里面去定一个config.js 那么就OK了 这就是为什么要用build来包含这一堆任务的一个好处 要不然的话我们需要在watch里面要去处理 然后这边也要去处理就相当麻烦 所以呢这样子是非常简单的 好 这样就跑起来了 跑起来之后我们就要来做记取的一个事情了 当我们点击登录的时候 那么就需要去真身的一个来登录 好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做法 从UI上来看的话 从这个UI上来看应该有一个两个三个输入的这样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rememberme也可以挂载到我们的这个 有点entity上面去 然后的话我们的这个duologan 我们想一想在这个登录的这个地方是直接放在登录呢 还是放在这个form表单上比较好的 实际上呢是风目表单比较好的 这个安心最好是不要写 所以我们有一个ngsubmit 登录框 登录 登录 登录表单 登录的时候让我们肯定就是去做登录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不在这个地方来写 在顶上去写 好 所以这儿有个duologan 那么同样的 这个地方 force 好 duologan 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打出一个东西出来 当我们 进到首页的时候 默认进入这个 随便输一点东西 然后点击记住我 点登录 看一下已经输出了三个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就应该在这儿进行一个处理了 怎么处理呢 我们就需要利用到我们的一个http 这样一个对象 登录的话 登录的话我们其实是一个post的请求 所以呢我们就要post 然后这边是我们这个咖啡的一个语法 这里面使用我们的tmsapi address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api address是一个怎么编写的 这样子的 好 然后写线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访问后段的一个登录的一个api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 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有过了 所以说我们直接来找到它 找到我们这个登录 user.logan 看一下 好 这边都有这样的一个user.logan 所以我们可以用类似的这样一个地址去访问 所以它就应该是api user.logan 然后既然是post 那么很明显我们还需要提交数据 提交数据之后 就应该来做我们的这个错误处理了 所以呢 好 处理一下 然后 error 我们也需要做一下处理 当然这个error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用统一的一种方式来处理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可以新建一些servers来帮忙帮我们做处理一些事情 这里呢 由于我们是单个的一个项目 所以我们把servers独立一层建出来 好 servers放在这边放在外面 因为我们的controller呢 它是 和这个 模板放在一起 那么servers就独立一下 这边我们几个servers叫什么呢 这可以叫 AerrorHandler 如果觉得太长的话 这可以 叫TMS Aerror 或者说 AerrorHandler AerrorHandler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可能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异常的一些处理 所以说我们可以叫TMSUtil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来写代码了 我们可以给一个model 这个model里面怎么写什么东西呢 由于我们的这边其实它就一个TMS 所以这边呢我们完全可以使用它来做我们的 这样一个model 注意了这个地方如果加了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就是定义模块 那么会后后定义的 会覆盖前面定义的 那如果没加 那么就是获取 找到一个这个模块 然后在这个模块里面添加Factory TMSUtil 好 这里呢建议用这种完整的一个语法 或者说这样子 好这边就应该写我们真正要Return的一个对象是什么 ProcessArrow 看一下处理我们的HDPArrow 那么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 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 好 这里其实 Process 我们的可以再定义在上面 只要方便我们访问 它呢其实是会传一个RES对象过来的 然后我们就要来判断这个RES对象 当然现在我们看不到 我们就 不管 先默认这样子 好 既然这种情况下 那如果我们要输出 那很明显 这边的一个 JS肯定就需要做处理 所以呢我们还需要 把这个APPJS进行一个改造 一开始呢是用了这个里面的APPJS这个选择 所以呢 这里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处理 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处理 Index定义好之后 定义好之后我们会找到SRC下面的 Servus下面的所有的JS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再来 其实这样子我们就已经能够访问到之前的那一个TMSUtel这样一个东西了 这样一个Factory了 好这个写法其实是比较标准的一种写法 更详细的我们这就没有去多说 好 那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这种使用的好之后我们这边就可以简化一下 直接Utel.ProcessArrow 当然我们要成功之后我们才会去跳转 所以呢这个跳转应该放在我们的内部来做 好 试一下现在随便呢挑一个 哦 这里写错了你看他这个名字是少了一个 诶不对 看一下 他说我们的这个TMSUtel 哦是这里 好了 有错的话他就会给我们打印出来 看一下 他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我们这个后端的不支持跨域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处理我们后端的一个跨域问题 这个呢其实 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我们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清空 我们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清空 这个时候我们要安装一个处理跨域的一个宝 叫CORS 既然这边有了之后 那我们肯定要在我们的这个 里面去引入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 CORS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注入API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可以 Use CORS 好 通过这样的一种做法的话我们就能够支持好我们的一个跨域了 看一下 这边既然安装好了我们直接跑起来就好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试一下 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就直接成功了 好 那就没问题 跨域问题被我们解决掉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还得回到我们前端的这样一个项目中去 注意了这个地方登录不是说直接登录就完了 所以我们要传递的一些参数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这个API的这个测试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需要的是UserName和Password 所以这儿呢 就需要传递一个UserName 当然这个地方 Score 这个entrant 出了UserName 肯定还PASSWORD 好 访问他之后如果有如果对了那么就进来 如果有错那么还会去输出 再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测试一个错的 很明显我们就算是错 那么他也是返回了几个什么 是200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这边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错他应该是返回500来进行这样一个错误吧 由于他返回了200 早知道我们的这样一个前端介绍的这样一个信息是错误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改后面的这个代码了 首先登录失败 这种地方我们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一个error对象 那这样是不太合理的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需要把它全部替换成 又一个error 那这样我们能够保证有一个 message 这样一个属性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统一的一个后端的一个错误 全部用这样一个error给它包起来 这边也是一样的 好 那这样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请求 从这儿侧是比较快的 我们直接看 如果是错 他返回的是200 那这样不合理 那错误是哪处理的呢 错误其实是在我们这边 这个地方处理的 小一点看一下这边 这边代码里面是说这里如果有404 那么他应该就返回404404才对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测一下这个404找不到的情况 看一下返回的还是200 然后其中有个状态码叫404 那这样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是这边这种情况 第一个send的话 其实第一个参数呢 它是我们的这个错误码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把 这一堆放到我们的 这个地方来 我们不需要这样去设置 那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404 这个时候有message 然后有arrow 注意看这个状态码已经变成404了 那如果登录失败 我们看什么情况 500 然后有一个message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每次都有一个message了 好 那这种改法就是说我们需要的一种情形 当然下面这个也是一样的下面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就是说我们如果 环境是production的话 如果是develop它会先走到这一步来 否则的话它两个都会去走 好 所以这个呢 其实我们这儿其实不需要分这么多 我们其实用一个就已经足够了 不管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我们都走这一条岛 那么也是没问题的 好 所以这个错误信息 也是需要做这个注释也是需要处理的 好处理404 然后呢再来发到前端去 好 这样之后 那我们前端的一个项目就很好做了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这里我们还缺少一个退出的这样一个功能 好 登录 注意看 这个请求报了一个500 然后呢 它有一个message会给我们打出来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有办法处理了 首先我们的这个data可以找到 它肯定是我们的data 这个data 如果这个data它有message 那很明显 我们就只需要弹出它就好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随时来进行一个处理 看一下登录失败 请重视 好 成录成功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再来看一个失败了 对录失败 请重视 看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登录 那注册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既然注册的时候那我们肯定要看 那先从后端来看 后端的话就是我们的 登 user 这样一个 其实这里面的登录注册已经实现完整了 所以我们来看前面的这一部分 好 既然 既然 注册 既然是注册的话 既然是比较好的 好 都 register 那我们的代码就在这个地方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注册的一个情形 三个 三个密码要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册的话 我们要怎么做呢 首先要判断 这两个password是不是一样的 password 注意了 entity password 如果这两者不想等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两次立马不一致 给它弹出来 当然 可以加个return 这样子的话 我们很方便的能够把它处理掉 就是说 如果有错 那我们就不往下走了 这可以看得出来 return掉的 好 我们可以试一下这种情形 注册 好 看一下 这边没有出来 有问题吗 password 没有读到 注意看 哪有问题 entity 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地方写错了 好 所以是这样子的 两位 现在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看一下这边很明显是没有 生效 entity 这边呢 user entity 生效了 刷一下 两次密码不一致 所以就停在这个页面上去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要的一个效果 当密码一致的时候 当密码一致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的提交到后台去验证我们的账户密码是否有重复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测一下 我们找到以前测的这样一个register这样一个情况 看一下这里还没有 那我们就立即直接写一个 register 我们什么都不传 看一下 看一下 其实我们传入user name和password 那这个时候就会提示用户注册 那我们再 看一下后段的一个实现 当我们 找到我们这个rots 当我们执行这个 提交到这个register的时候 我们会去做验证 用户这样一个步骤 验证好之后 我们再真正的做一个register 提交一下就好了 好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的代码就应该怎么写呢 直接也是使用我们的这个http这样一个服务 好 所以呢 这也是一样的 http 当然这里最好还是有location这样一个东西 还有tmsbeautil 当然后面的一个服务也就得跟上了 这里呢就应该做什么事情呢 http po到我们的后段去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星球对象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星球对象 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这个password 这个password 其实可以用password2这样一个东西来处理 当然也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认 处理我们正常的一个情况 处理正常情况下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处理我们的异常情况 好这个正常情况应该怎么做呢 当我们登录成功之后我们就很明显跳转到我们的这样一个log 这样一个页面就好了 当然之前我们要弹出一个注册成功 好这个多余的拿点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成功 点击注册1234512345123 好 米养斯密码不一致 变成一致 然后点注册 注册成功 好那我们再注册一个 12345 好两个密码都一一给注册 它就会提示用户已注册无法再次注册 好 这样我们看能不能登进去呢 12345 12345 密码好像是12吧 咋了把密码给忘了 好 密码忘了我们再注册一个 123 密码也是123 全部一样 注册 成功 好 登录 可以看一下 这边其实我这边是对的 那这个时候有什么问题吗 他跟我说登录失败 他直接给我提示的登录失败 请重施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后端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后端的这个错误信息不明显导致的 登录失败 请重施在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找到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 再给 延时一点 这个太等事了 把它拉到上面呢 好 我也找到用户信息 好 就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没有拿到我们的这个用户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提交代码是不是对的 password123 然后user name也是123 那这样找不到是证明我们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吗 看一下 我们database user 我们不能改那边了 直接注册 123 123 123 注册 注册成功 成功之后看一下 看一下这边其实没有写入我们的password 说明这边的一个后端代码可能是有一个问题的 就是没有写进去我们的password 所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后端 找到user busy 当我们在 register的时候 注意看 看一下 这里写 少写了一个as 导致了这样一个bug出来 好 现在再来看 登 这个不行 刷一下 先登录 先注册 全是123 成功 123 好多了一个对的 然后 再进去 好登录成功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登录注册的一个api的一个实现 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能把这几个都已经简单的进行了一个演示 在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一个客户任务 第一个呢是实现注册和登录的这样一个功能 第二个呢是完善有代码中的一个bug 这个里面呢就大家去找一找到底哪些地方还需要完善一下 这个呢可以融入自己的一个思想在里面 好 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呢我们就先到这里 下几课再见 看下几课 声明